好长一段时间没在宿舍拍视频了 真的有点不太习惯 而且说话也不是很自在 就还蛮尴尬的 沙东旭过敏了满脸痘痘 得好好修复一下 不然真的会很影响心情 今天上午没课 哈哈这学期的课别我真的爱了 基本上上午的课很少 有大量的事情可以睡觉 但是有好几个连续上三节的课 今天脸上就用起点 主要是它这个色号比较黑 能很好的周主度印 然后再用遮瑕刷开闪光灯 提亮硬一部分 牛鼻炫了 然后是修容 鼻子就按平时来修 修得自然一点 用粉饼压压 又流血了 可以先像我这样定个眉尾 和眉峰再缓眉毛 眼妆画个灰色系 试一下昨天心动的两只口红 南瓜橘和奶橘色 感觉第二个更适合秋冬一点 然后就拍了一期秋冬穿达 可能明天再发 要出门去买早午饭 看我这个脸圆润润的 该接接飞了 我好像也爱上了动动鞋了 我下次买个黑色的 直接穿出去的话 真的好方便 今天又来吃牛肉面了 昨天早饭吃的就是这个 由于我的碗太小了 饭都放不下 而且汤也很多 一不小心就会撒出来 最好想到的办法就是 提着塑料带的两边 把面先吃了 下午连上了五节课 屁股都做疼了 但没关系我爱上 本来打算一回宿舍就赶紧把今天又发的视频剪了 但是云之余更新了 我真的超爱看 所以就决定看完再去剪 晚上就简单吃了点 水果了 如你所见 里面有大部分放的都是火龙果 那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拜拜